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高兴 我觉得他们太过窩心了 尤其是古天乐 因为是他昨天在港州说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谢谢 娘娘生日当天会跟家人吃饭 不知道你老公张静会送什么礼物呢 其实我想要的礼物 我已经跟他说了 因为我从来都是觉得不要让他去猜 最好了就是把真实想要的东西 好好跟他说 说完了 他自己决定要不要送那个给我 这样 我觉得会高兴 其实我要的东西也不是很贵重 就是我喜欢的一个小东西 丙娘娘 在娘娘外出宣传期间 张静居然带着女儿玩高难度杂耍耶 她也发过给我看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好厉害耶 我佩服我女儿的那个勇气 因为其实要站在上面没有什么福祭啊 血挺那个 要有胆量才可以做到 然后我觉得也佩服爸爸这个手的那个能力 我真的是佩服他们 因为我觉得女儿这个表现就是完全对父亲的信任吧 说回这次的演员阵容 其实都是TVV出身 这么久没一起工作 有擦出什么星火花吗 我觉得最难忘的都是在我们现在访问一个香肠 我们拍了一场戏 对 拍了一场戏 可是拍了好几天 对啊 大夜班 对啊 每一天拍到中午啊 差不多 对啊 所以现在看见这里都有点恐惧 主角之一的周愚明没来宣传 有没有觉得很可惜啊 其实好像他公公上完小孩子 他要带孩子会比较紧张的 他第一次当爸爸 我们都明白的 而且希望这个戏有庆功宴吧 对啊 对不对 那个时候请他来 给我们一块吃饭就好了